这是历史上后台最硬的猪 因为它的死 曾经的英国差点和美国大打出手 1859年 在美国与加拿大的边境上 有一片名为圣湖安的群岛 那个时候的加拿大 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处在两国国境线中间的圣湖安岛 也是当时美英两国的一处领土争议 这年的6月15日 住在圣湖安岛的美国农民莱曼卡特拉 发现有只猪越过了自家后院的栅栏 还哼哧哼哧地吃起了自己中的土豆 这可把卡特拉气坏了 一气之下 卡特拉炒起猎枪结束了这头猪的生命 没过多久 这头猪的主人 一个叫查尔斯·格雷夫的英国人就找成了门 这猪就在地上躺着呢 美国人卡特拉也没办法耍赖 就提出以市场价10美元的价格赔偿给格雷夫 可格雷夫愣是不同意 非要这美国人赔他100美元 于是这两个人就吵了起来 回到家的格雷夫是越想越来气 就把这事通过哈德逊公司报告给了英国当局 英国当局一听 还有人敢欺负我大英帝国的子民 咱必须得出了这口恶气 于是派出三艘军舰 停靠在了圣湖安岛海域 美国这边也是一点也没怂 派了461名美军上岛 还拉去了14门大炮 炮口就对着海面上的英国军舰 英国这边一看没吓唬住美国人 就又曾派了两艘军舰 70门火炮和2140名官兵 处在这继续跟美国人对峙 两伙人就这样面对面僵持了三个月 在这期间 双方士兵展开了激烈的骂战 可就是没人闲动手 直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出来解围 才算化解了这尴尬的局面 经过双方的协商 最终美国政府同意付给英国人100美元 作为美国人猎杀英国家猪的赔偿 这场差点演化为战争的对峙冲突 才算勉强结束 后来在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调停下 圣湖安岛最终被划给了美国 如今的圣湖安岛 已经成了一处著名的旅游圣地 每年都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场景 但来这里的英国人却不是很多 你们说这是为什么 吗